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艾格突然宣布停刊。 迪丽热巴,白静廷,魏大勋曾担任模特。 1月9日,艾格官方微博发布停刊公告,引发网友热议,艾格停刊这一词条登上热搜。 公告内容如下,因为种种不可抗力, 我们在此遗憾地告知大家艾格将从2023年11月起停刊。 艾格从2007年4月创刊至今,已和大家风雨同行16年。 在这16年里,我们衍生了艾格A版、艾格B版、七微艾格言情、艾格时尚时刻、艾格青春版、艾格博文版。 在这里承载了许多人的文学梦,见证了众多作者的创作道路。 也见证了无数读者在购买、阅读杂志时的珍贵感受。 回望来时路,我们跌跌撞撞过,意气风发过,坚持不懈过,全力挽回过。 想要守护艾格这方小小的净土,让聚在这里的你,我一起收获爱与美好。 但我们最终没能抵御现实的风暴,不得不跟大家告别,做出停刊的无奈决定。 感谢16年来默默陪伴我们的读者,因为有你们的支持,我们才能坚持走到今天。 感谢16年来为我们供稿的作者,因为有你们的参与,我们才能让每一期杂志诚意满满的顺利出刊。 感谢16年来为我们公图的摄影师和模特,是你们的摄影作品提升了杂志的视觉效果。 让这里每一个故事有了专属的氛围和更清晰的情感传递。 那些因杂志共同创造的美好记忆会在时空中长存,那些看过的故事。 探知的道理已烙印在成长中,能携手走过一城已是最大的幸运。 江湖路远,道足且长,我们就此别过。 再次,感谢,再见。 对此,不少网友发文回忆与爱格之间的故事。 初中的时候每周五放学都喜欢跑去那个小店,看看有没有新的爱格。 七年过去了里面有好多小故事我现在还记得,每次一看到爱格就会想起我的初中时代。 高中每次开学前都要去买最新一期的爱格,陪我度过了漫长的读书时代, 见证我的青春也终将落幕。 从初中看到高中,当时一本全班传阅,再见了爱格,再见了我的青春时光。 公开资料显示,爱格是2007年山东出版集团出版的杂志,天使文化旗下爱格杂志社编辑发行。 半月刊,分别为爱格A、B版及爱格言情,2014年出了爱格时尚。 在众多青春杂志中,爱格对稿件的要求更为严格,因此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艺风格。 也培养起七威、白锦胡、吕一涵等一批优质写手。 单行等《如果巴黎不快乐》、《漠视岛屿》、《竹马翻译官》等成为不少人的青春回忆。 此外爱格还号称影像第一刊,被誉为青春文学界的时尚杂志,用青春亮丽的书摩作封面。 据悉,迪丽热巴、魏大勋、吴倩、赵露丝、白静廷、宋威龙等多位艺人,早期都曾担任过爱格的模特,是许多人青春的见证。